7月24日上午消息,音乐版全商业发行平台WiFi Music起诉短视频MCA机构Puppetube 控告后者侵犯日本知名独立音乐厂牌Lulatown音乐音像制作权纠纷一案 昨日与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开庭 据悉,Puppetube旗下视频博主Bigger研究所在广告短视频中 未经授权使用了Lulatown由2011年发布的原创歌曲Working on the sidewalk 对此Bigger研究所今日在微博回应称 确实是版权意识不强,未经许可就使用了音乐 后来收到通知就把那期视频全网下架了 此外Bigger研究所在评论中提到 也和帕老师道个歉,这是跟他没关系,让他背锅了 非法娱乐,时事报道 第一次数据